关于这个疫情我们看到这个跟之前公布的一些讯息不太一样 有一些细节出来了 包括八百发 包括这个第一线是谁来负责 包括他的这个薪水等等 龙杰先生也告诉大家 确实了这个木工兵的部分提高薪水 我觉得这是应该的 其实比起国外 今天有一篇报道就是讲美国 美国军人动不动折合台币十几万 不过当然了美国物价也高 所以比起来台湾真的是军人的待遇太低了 这个部分调整我觉得是应该的 但是回到第一章 我们来看一下赖清德的主张 好像有点变化 赖清德这个角色很重要 今天他不但是副总统 也是接下来这个民进党的党主席 眼看着2024的门票就是他了 他来代表民进党参选总统 他如果上位的话 台湾蔡英文的下一位这个总统 赖清德台独精孙 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介大使之前就告诉我们嘛 他先通过美国这关考验 美国会放心他吗 放心你自己怎样 这个美国还没有讲 你可能第一集就出去可能吗 但是后来发现赖清德现在开始 口径开始不断转变 他在最后一场 这个向党员报告的发表会是在高雄 他讲的平经济顾民生 曾国防保和平等等 这个凯湘很好笑 凯湘说这12个字翻译出来 不就剩下八个字吗 国家安全人民有钱 不就是这样吗 不过你字数用的比较多一点 比较啰嗦一点 那还有一个他怎么说 这次选举失败 让民进党有改善机会 打断收购 等到用等等 当上党主席进团结党内 然后全力支持蔡总统领导施政 这句话超重要一定要讲 所以今天他坐在蔡英文的右手边 也是一样 记者问他问题 他就言必称总统 在总统的带领之下 赖清德不错 果然在政坛很久 就像这个有没有 优点就是不是今天才出现的 没有错 那他讲到一个很重要 他在担任 记不记得 2017年在担任 行政院长的时候 当时在立法院里面 以现任行政院长的身份 在立法院里面告诉大家 我就是主张台湾独立的政治工作者 不管担任哪个职务都不会改变 我是务实的台独主义者 我们已经主权独立国家 也不需要另行宣布独立 不管要不要另行宣布独立 他都是一个务实的台独主义者 任何职务都不会改变 所以假设这个话没有改变的话 他当民进党的党主席 当中华民国的总统 他还会是一个务实的台独工作者吗 那么在高雄政院发表会的时候 灯冒出四个字 民主阵营应该要反对威权主义 但台湾应该要和平保台 大家想你没讲错 不是抗中保台吗 和平保台 因为台湾是热爱和平的国家 如果没有任何一个威权的国家 来侵略并吞台湾 那么我们很希望 大家能够和平相处 什么意思我问一下介大使 第一个 从抗中保台跳到和平保台 论述了大转弯 这是他的真心话吗 他不认同抗中保台吗 觉得抗中保台没效吗 只有和平才能保台吗 那他的和平是什么呢 备战是一种和平吗 我们都说备战还是避战 大家比较像走避战嘛 对不对 你可以透过外交啊 透过两岸的交流等等 在马政府的八年 大家确实透过交流来避战 但现在不是 蔡英文的一切一切 记者会的一切一切 都是在一个备战的状况 备战的状况 所以他的和平保台 但是他的和平 跟大家想象的 透过交流 透过外交的和平 到底一不一样 所以后面的但数 大家告诉大家 有没有 没有一个 我们是热爱和平嘛 没有一个威权的国家 来侵吞并略台湾的话 那么我们很希望 大家能够和平相处 但现在有啊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 希望大家和平相处 所以有点乱 他的和平保台 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是一个话术而已吗 当然是话术 这绝对是话术 我觉得他是想要 洗白他自己 不过他选的场合 也蛮奇怪的 那个蔡英文是备战 他在那边叫和平 那我觉得他选错场合了 这次蔡英文找他去 他是在那个 他是在他的证件发表会 证件发表会 我是觉得蔡英文 这次找他去 只有一个原因就找他背书 不但找他 找这个赖清德 通通到还有 还有柯建民也抓来一起背书 这都是要背书的 也就是说 你们以后都有 大家都有份 你不要说你跟这个无关 蔡英文赖清德的问题在哪里 这个不是他嘴巴上怎么说 我觉得赖清德 我们这样讲的话 应该是性格决定他的想法 想法会决定他的做法 那赖清德的问题 我觉得今天要观察一个政治人物的话 他的性格上有缺陷 性格有缺陷 性格上有缺陷 比如说他对很多事情的非妥协性 他在台南的时候 两百多天没有 这个两百三十几天没有去 没有去这个议会 那你不觉得很像吗 两百多天不去议会 跟七百多天不举行记者会 对 不过两个都很严重啦 可是真的不遑多让 他这种性格 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而且他在做一个中华民国的行政院长的时候 他讲他是台独的 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这也是一个性格的展现 那还有当然我不要讲 就是说他跟这个 比如说他被人家打嘛 对不对 好像因为他坚持他的理念 被在路上跟路人被修理 还有他跟这个朱新宇这种人 在立法院两个互扯头发那种打法 这个是一种性格的问题 性格影响他的想法 当然不见得绝对啦 所以我觉得 其实我们要注意 比较重要的领导人物的时候 我们在很多时候 我们以前我们在公务机关 常常要考虑 这个人要不要给他这个 我们都考虑是他的性格 性格 性格稳不稳定 处理事情的时候 我们需要做事 要考虑他的性格 但静大使一直在讲 这个赖信德拿不拿得到 2024这个门票 美国还是个很重要的 所以你觉得他这些论述的转变 包括现在和平保台了 你觉得美国是不是就放心了 不会 美国人不会一句话就相信你的 他是要长期观察他的 长期观察他的 我想对美国人最 美国人对他的最大的 最大的这个 一句 就是他是一个 很坚定的台独工作者 他的核心支持者 都是极为 基本教育派的台独 但我想问一下 在此刻中美对抗 剑拔奴装的此时 会不会这个变成 他的强项跟优点 永远是他的弱点 永远是弱点 美国人基本上搞了70年的台独 可是就不希望一个真正的台独 再跟他一起再做 对坐 美国希望一个像蔡英文这个 第一个 你对西方国家 你能直接沟通的 他也觉得你对西方的文化 西方的这些一套比较了解 像马英九 他在任内搞了八年 跟中国大陆几乎要和解了 美国都不会 美国都没有跟他翻脸 因为马英九是他们哈佛大学的 说穿就是如此 蔡英文是他们康奈尔的 然后又在英国拿着博士 那跟赖清德是完全不一样的 跟赖清德 赖清德 所以他讲了已经 今天赖 蔡英文讲 基本上是民包暗扁 说我觉得他的优点 就是不是他不是今天 才出来的政治人物 他在政坛很久 尤其阿妹娘 就是这一句话 这句话真的是 我从来没有听过 明包暗点到这种程度 可是这也是美国人 对赖清德不信任的 美国希望的是一个怎么样 他展现出在两岸问题上 他还是有点弱点 美国会反对 反对蔡英文吗 蔡英文到他真正 加入民进党之前 他全家都是蓝的 他全家都是国民党 他爸爸开始 全部是国民党的 他自己也是在国民党当官的 从国民党一路官当上来的 而且是既得利益者 美国会因为他是国民党 不用他 不找他 不同意他吗 不会的 可是一个纯正的台独工作者 美国人怕在关键时候 他不听使唤 美国要一个 你不要太强的主观意识形态的人 在主导台湾的政局 他们控制的政权太多了 很多都是什么 都是革命出来的 最后都跟美国闹翻 美国杀掉了很多他们的政敌 原来都是他们朋友 而且是在战场上一起怎么样 一起并肩作战 这个撒旦胡适是不是 撒旦胡适就是 对不对 那个基地组织 Al Qaeda的那个 是不是 也是美国并肩作战出来 多少美国并肩作战出来的 美国的盟友 最后美国人把他干掉 为什么 这些搞革命 有革命性格的人 性格上太强烈的意识形态的人 在关键时候 不会跟美国合作 他会考虑到 这是我们台湾的利益 他今天讲和平 哇 美国人又怕 我要你和平你就和平 我要你打仗你就要打仗 你不要跟我讲和平什么 你是我的 你是听我的 那所以像蔡英文这种 会飘的 忽然忽绿的 美国人最喜欢 你还以为真的喜欢 意识形态那么强烈的 美国人不是傻瓜 美国操纵国际政权 那个经验太多了 但在总统大卫这么大的诱因前 赖清德不会飘吗 他也想飘 飘来飘去 所以我说性格决定 性格决定 这种有一点 还是比较虐一点 这种对意识形态如此之坚决的 这种我觉得美国人 基本上对他的存有的疑虑很大 所以蔡英文老神在在 蔡英文找到一个人 美国人绝对喜欢的 跟他也很像 叫陈建仁 陈建仁蓝色家族 现在有官就跑到绿色来做大官 然后英文下下叫 在美国长期待 受美国的叫 还能装成228的受难者 装成228的受难者 这个最好 我告诉你要用傀儡的话 你要找傀儡的话 你要找你的 你的下面听你话的这种销 你最好就找这种人 海黄鲍鱼干贝 XO酱 这个你只要加上一瓢 味道马上升级 他蛋白质是鸡肉 是牛肉还有虾的三倍 更是矿物质远高于 鱼翅啦 燕窝之上 赶快上快点购 输入我的推荐带把 CTI627就可以享有 折扣优惠哦